警察开门 警方用铁桥破坏铁门 使劲吃耐的力气都破坏不了 甚至还用脚踹门 这时屋内传来狗吠声 让警方更确定里面有人 铁门好不容易被敲开 赌场人员跟赌客看到警方破门 全都呆住不敢动 东西摆上了 警方发现新竹县市交接处 有街停车场内铁皮屋 白天门口罗雀 晚上车辆进出异常频繁 疑似有人开设赌场 8号深夜进行攻阶 查获三名赌场人员 及八名赌客 屋内还窝藏一名通气犯 经搜索一举查获职业天酒牌赌场 查扣赌具一批及点钞机等 现场赌博金额近百万元 警方表示农历年即将到来 会持续进化辖区治安 记者何孟谦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 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中视频道